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我们用GoogleChannel 带你来热搜看看 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 我们第一个还是先看到美国 真要帮大家分析 哦这个热搜关键字 大家都蛮关注的 就是这个天使队的球星 楚奥特又叫做神尊 最近其实天使队 感觉是有些多灾多难 我们先来看一下 神尊楚奥特他怎么了 他被放进15天的这个双兵名单 原因是呢 他在这个4号 对上这个教室的比赛时候呢 在第8局的打席中 因为挥棒过猛受伤了 他受伤的地方呢 是跟这个我们旅美球星张育成一样 是这个左手腕的勾股骨折 那应该是要休息个 至少6个礼拜到8个礼拜 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他说最快最快 应该也是要等到8月中才能回归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明星球星大股相评 这个大股杨平他这个也是在同一场对上教室的比赛 他在第6局的时候挨轰两支拳雷打 他就提早退场了 那球团表示呢 他退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右手中指有起水炮 而且在他其实在6月下旬的时候 他在登板投球的时候呢 他指甲还有断裂 而且是在同一个手指 所以这个有点严重 不可以轻忽 所以说他本来就是有入选到这个大联盟的明星赛 本来就是大股杨平应该是可以在明星赛上面展现一下二刀流 但是他因为这个右手水炮的关系 还有加上这个指甲断裂 他就讲说他只打不投啦 所以说蛮多的这个粉丝可能会有点饿玩 但是为了这个长久的职业生涯发展来想的话 还是休息比较好 所以有这个美国媒体就说 这个天使队最近是被诅咒吗 怎么伤兵这么多呀 对我觉得美国媒体哦 他们就会用这种这个诅咒字眼对不对 但如果是台湾媒体就说 哦要去拜拜了 哦对不对 这次的概念 对对对对 只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宗教信仰的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连标题下的也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我们看我们的Google Trend 还可以看到一些不同国家用法 对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Captain Tom 他是谁呢 他是Tom上位哦 他其实是有一个基金会 他是一个百岁二战的老兵 他叫做Tom穆尔爵士哦 他在2021年去世哦 享松寿是100岁 那他在过世之后 其实他家人有以他的名字 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基金会 结果呢 这个Tom上位的女儿 跟这女婿 他们用这个基金会的名义 竟然去申请要盖游泳池跟SPA 满头问号 好那他们是要交给这个 俊益会的文件之中 就显示哦 说他们在2021年 其实就想要规划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场所 然后让民众还有基金会来使用 那地方政府后来同意他们在家中 设网球场的提案 那到了2022年哦 他们又有一个修订版本的一个 这个Tom上位大楼的计划 就是希望在里头要干一个什么水疗设备等等的 反正跟这个Tom基金会感觉原本的用意 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个要给谁用SPA 要给谁用游泳池 怪怪的 林毅跟他自己做的事情搭不上边了 对没错 所以现在监管机关是持续在调查说 这个基金会跟这个穆尔加的企业关系 是不是有一点不寻常 确实啦 很多人都会用基金会这个左手进右手出哦 所以真的是不要把爸爸过去的这些名流亲死状况 在女儿跟女婿手中毁于一旦就很可怕了 钱这个还是要小心使用 对 而且要干干净会比较好 是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哦 日本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推特的这个热搜 是河野太郎大臣 他是日本的这个数位大臣 哎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要提到这个他要推动的一个叫做数位身份证的换发 这个数位身份证哦 日本人其实日本政府很想要推 他就是有集很多功能在一起 比如说这个健保卡啊 然后硬件啊 报税通通就是一卡在手 感觉希望无穷 到哪边都很方便 这个还没有到希望无穷 对方便无穷 这个是日本政府那时候在推的时候打的 这个招牌了 但是呢其实他问题还蛮多的 光是在今年五月下旬 五月整个五月啊 就有出现过四起就是这种怪怪的状况 来看一下 就是说有这个民众去超商 想用这个卡列印一些这个户籍的文件 结果发现从这卡读取出来的竟然是别人家的 吓死了哦 还有人呢拿着卡要去看病 结果这个以为这个健保卡读出来是自己的 结果没想到是读到别人的病例 要不然就是说这个已经遭到注销登记的这个硬件证明 又遭到误发等等 反正就是各种乌龙的事情非常的多了 所以说有些日本民众对于说要不要换发这个所谓的数位身份证 其实是抱着有一点怀疑的心态 但是现在我刚刚提到这个日本数位大臣河野太郎 他在质询的时候呢 他讲说2026年我们还要再换新版的数位身份证 但是我觉得啦你这一版的就已经好像有点怪怪的 你是不是要先做一些改进哦 要不然的话日本民众真的你很难去说服他说 这个出了那么多包的东西我还要再换新版 那会不会再遇上更多麻烦的问题 主要是资安问题啦 因为现在各自大家都很重视嘛 那如果有了这种日本的前车之间 我看台湾要推这个数位身份证也相当困难 我们也有点胎死腹中啦 跟日本有点像哦 原本是想做 但后来因为大家的争议很多 包含资安你怎么样预防 能不能真的是加密到一个很OK的状态 很多人就很怀疑了 那如果骇客一进去整个都侵入 把大家的个子拿走 哇又是更大的一个风波 所以这件事情要真的推不容易啊 尤其现在这个科技的进步真的太快了 有时候政府根本来不及去预防 来不及跟上骇客的脚步 对所以这真的是必须要更注意的 好我们再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是谁呢 看到张照片就知道就是马东石 但热搜话题不是马东石 是他的一部新作叫做犯罪都市3 好韩国影星马东石主演的犯罪都市3 在韩国上映第32天 观影人数破了千万人 带动了这个韩国网路电视的这个点阅次数 好犯罪都市2在6月的时候就有这个第三集上映 那在韩国网路的电视点击次数是49000多次 那4月的时候点击次数只有6000多 那5月的时候上映的时候 那就是犯罪都市2就吸引了1000多万名的观看人次 主要就是因为犯罪都市3出来了 然后很多人就跑回去看犯罪都市2跟1 对所以后来就带动了一些这个票房 或者是点击次数 好那他们说这个其实这个有韩国五分之一的人口 都看过了这部片子 就是犯罪都市2 所以他的票房还高达了这个31.1亿台币 然后大家就说那其实还蛮厉害的嘛 所以就看了一下这个串流排行榜上的一些名列前茅 像这个最近有一些捍卫任务4啊 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版啊 王秘关头10 都是上架不到一个月的这个作品 但是上映1年跟6年的犯罪都市1跟2级 然后分别还排在了串流排行的第4跟第7 诶我很难想象就是3还可以影响到1跟2这么多 可见我觉得马东石他个人的魅力真的是蛮厉害的 对带动之前旧的作品 诶跳上这个前面排行榜前面 对不过观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 对他最有印象的电影应该就是失速列车 我是以这部电影比较认识他 那或许很多观众朋友早就已经看过他不知道几百部的电影了 所以我觉得他还算是蛮有魅力的 所以也成为了南韩的热搜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的热搜关键字是拜登 不过是跟这个拜登政府 他们被限制的一个东西有关 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跟密苏里州 他们共和党籍的法官 对拜登政府提出一个诉讼 他们觉得拜登政府在疫情期间 鼓励一些社群媒体 他处理假新闻的方式 他们认为有点太over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假如说你贴 我随便举例可能讲说对疫苗可能是不信任或什么之类的 这种很容易就会被脸书直接下面标说是fake news 或是受过什么事实查核中心 发现说是假新闻等等之类的 那这两名法官是觉得说这个拜登政府他好像有点太掐质所谓的言论自由了 结果现在联邦法院的法官也直接就是对拜登政府发出了禁令 他禁止他们的官员跟社群媒体公司有做联系 他这个联邦法官他是这样讲的 他讲说这些社群媒体会在特定的新闻连结下标注说是假新闻 他说认为是有牵制言论自由的疑虑 所以因此牵下这个禁令 但是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讲说这个过去从来没有说联邦法官对联邦政府底下的人下这种限制 所以司法部美国的司法部可能会针对法官的禁令来提出上诉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复杂的这个情况在里面 这个所以说蛮多的香港的网友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什么会拜登政府跟社群媒体 竟然还会被下达这个禁令感到好奇 所以登上热搜 但确实蛮罕见的啦 不常见这种状况 好我们来看像台湾的热搜话题是流氓 不知道观众朋友对他知不知道 珍宜你对他有印象吧 我后就是他被爆料的时候就发现说 其实我以前有看过他的一些影片 对我对他最关注的影片是 有一次他教大家去月老庙 然后怎么求 然后要写得很清楚 然后最后他就遇到他真的是他觉得Mr.Right 然后那一支影片真的还蛮多人看 然后冲了之后他就爆红 好但是他现在也爆红 爆红的原因是因为他蛮多负面的争议 好之前他就已经有被说 这个爱迟到啊耍大牌啊难搞 这个人设崩坏的黑料 那因为他有70万订阅人气嘛 这个YouTube 所以他算是蛮厉害的网红 那历经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沉默 他在7月4号的晚上 他又发布了一个新的影片 这非常久之后发布的 那他里头就说他对自己不专业的工作表现 跟不正确的工作态度 让伙伴在合作的过程中伤心不舒服 他表达歉意 他说有跟这个他觉得 呃带给别人困扰都一一在打电话道歉啦 但是他发布道歉影片之后 他的YouTube的订阅人数竟然下降了1000人 这就代表大家不买单 大家觉得他拍这个影片来道歉 其实没有什么用哦 好那确实就是在网络上有分成两个看法 一个当然选择支持他 就说希望他有更多的新作品 那另外一个就是觉得说 你根本没有真诚的对待自己的错误啊 一幕前后做人差很多啊 人品有可能短暂一个月就改了吗 所以啊 网友很严厉的 当然很严厉 因为在键盘之后谁也看不到是谁 但我觉得他自己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啦 所以或许也需要教训 我们知道很多政治人物嘛 或有很多明星哦 原本都很爱耍大牌 就一系跌落了神坛之后才发现 啊原来不能这样做 然后后来才慢慢修改 这也不会是不 不是赛翁师马啦 就或许是一件好事 就是也许之后再出发 也许会有比较好 也许还会可以回到之前还不错的成绩 但是前提是就是 必须要改变一下 对要改过 所以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是 小天后泰勒斯哦 因为泰勒斯要去新加坡开演唱会了 那是在明年呢 有六天哦 三月总共有六天 会在新加坡的这个国家体育场连唱 连开六场那新加坡有一间银行哦 叫做大华银行 他就搭上了这一股泰勒斯的旋风 他讲说呢如果你是这个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 如果你是这些地方 你是有申请他们大华的这个信用卡的卡友呢 可以提前两天刷卡买票 哇这个消息一出哦 很多泰勒斯的粉丝马上就说我要去申办这间银行的卡片了 所以他们这个申办卡片的这个信用卡的申请量哦 跟六月初相比呢是大增了百分之四十五哦 那这个大华银行我靠来看一下 我想说在台湾有没有 有啊但只有一间 而且我们也没有在 他新加坡 对他我没有在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国家上面 所以有点可惜 不过可以当保全啊 哈哈哈 想到上次那个美国的那个男生 对啊可以看泰勒斯啊 就算被罪者也是可以唱得很开心 也可以跟歌手一起唱哦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期见